这些人物,罗承,这是历史上虚构的,李元霸是虚构的,像秦宠,徐茂公,陈小金都十有些人,但是肯定不像隋唐演义里边说这么热闹,相反,正史上的人物呢,交代比较少,也有些刻板。 那么我们说到正史,也史,评书,就必须得提到一个人,在这里你绕都绕不开,就是隋阳帝,阳光。 隋阳帝阳光,为何落得如此罢名,开导金航大运河,历在千秋,为何反倒断送了一带江山?隋阳帝的功过是非,究竟该如何评说? 老梁关事件,隋阳那点真事,正在播出。 在这个书里头,哎哟,那阳光可是大混蛋,就是皇上,一个昏君,能犯下的所有过错,他都犯下来。 你看后世艺术作品《太平歌词》里,唱《秦宠观镇》一开场,就骂隋阳帝,那几句这么唱的。 隋阳帝,舞蹈,行事。 那师父夺权那个礼不公,杀兄,徒嫂把伦理丧,七娘戏妹把刚长二字一旁扔,多少的老冲凉啊别了忘讲。 此官下记,隐蔽了善那行,你看他犯着错,嗜负夺权,杀兄徒嫂,七娘戏妹。 隋阳帝,舞蹈,坏事都干尽了。 那么是不是这样的,这么实力的,隋阳帝肯定没干这么多坏事,隋阳帝虽然是个暴君,就坏事也干了不少,但是他可不是个昏君,他干了很多有用的事。 你比方说,开凿京杭大运河,没有孙杨帝,你是做不成的。 这个京杭大运河对后来,中国工业,农业,各方面的发展,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。 贯穿南北,从北京通州,一直到杭州那边。 所以这个功劳相当大。 所以晚常有位诗人叫皮日修,他写了一首诗,就说这个事。 说,进到隋王为此河,至今千里赖通波,若不水电龙舟事,共语论功不较多。 就说,要没有水电龙舟这些事啊,隋阳帝功劳,跟那个大雨治水那大雨,都差不多拉一平。 说怎么叫水电龙舟呢?隋阳帝看穷花,一听说那边有穷花, 其实就谈花,隋阳帝要去看去,周春劳顿,不干,那我就坐大船,龙舟。 这龙舟说为了这个,去看穷花,才开刀金航大有额,其实这是无稽之谈。 里边给船的呢,龙舟呢,到哪儿弄不动,得有欠夫啊,五百通男五百通女,干嘛? 光着身子拉签,赤身裸体拉签,而隋阳帝站那儿一看,这边告诉欠神给我松点,啪,大伙都摔倒了,他在那儿讲个乐。 如果这块水不够呢,不用水,往上撒黄豆,没水吗?黄豆上倒香油,全从上面走,你说这得多奢侈。 而且为了开刀这运河呢,他用了很多贪官,有一位叫马叔谋的,这马叔谋呢有个癖好,专门愿意吃活的小孩,多残忍呢? 结果把当地一个刺史,孟海公的儿子给吃了,所以孟海公才造反,接连起来那么多反王,啊,什么济南王,唐碧啊,口北王,福克宗坦,沙漠王,罗子渡,大魔王,程晓津,哎,这才有十八路反王,六十四路烟臣。 据说那琼花啊,有十八个大花骨头,有六十四个小花骨头,所以象征着十八路反王,六十四路烟臣。 其实历史上真实的隋杨帝,没有书里写那么坏,他只不过是隋王朝最后灭亡的一个殉葬品,他是一个暴军,有些暴行,但是他不是个昏军,他挺有作用的。 隋唐英雄,隋唐演艺热播,英平先隋唐热播,电视剧中的英雄故事,真假虚实,你又知道多少? 义气智慧的琴手,鲁莽风趣的腾咬金,少年义气的俏罗城,他们是否确有其人,他们又有哪些不同寻常的经历? 经堂木一拍,本期经老梁为民平说,隋唐那边真事。 所以这是今天跟大伙杨杨杨杨的,说说隋唐演艺里的人物和历史人物有什么区别,哪些是忽编的? 再回到开始,咱们说的事,有的专家担心,哎呦,这么弄的画着,尤其小孩子一看,以为这是正史的,误导了很多人。 这样,修议成了很多人,不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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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很多人。